第三天,小兔子又来到大火电门 老板,有胡萝卜吧 等等妈妈,我也想再来个胡萝卜糖 我想什么不好,偏偏写了这个故事 二两啊,该睡觉啦 而且你也刷过牙了,明天再吃,OK 二两,我们学校门口新开了一家糖果店 上次生蚝买了一大包给我吃,实在是太好吃了 这样的情形在有两个娃的家庭不少见吧 一个浴火难耐,另一个火上浇油 爸爸妈妈们,考验你们的时候,到了 我就要吃,我就要吃 咱们之前都约好了吧,每天只吃一颗 你不是整天都说,男子汉一言即出,四匹马都追不上吗,二两 老爸走匹,这个时候出去 嗯,好吧 老公,可以啊你 我厉害的地方多着呢 爸爸立法则第七条 给孩子无条件的爱不代表没有规则 总体来说 爸爸更善于制定并坚定的执行规则 让孩子学会自我约束 而妈妈更容易中途妥协 如果想让孩子遵守规则 爸爸们赶紧行动起来吧 一天二两